你好 这里是喜马拉雅 天天听好书 为你一网打尽 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认同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迎娶支持的艺术 这是一本职场必读书 教我们在职场上让自己的好主意不落空 本书作者是约翰·匹科特和罗恩·A·怀特海德 约翰·匹科特因提出了领导变革八部法 被誉为组织变革与转型领域第一权威 他的书籍和文章被翻译成为150多种语言 代表作领导变革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管理书籍 在2008年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将科特教授评为 对中国商界最有广泛影响的六位哈佛思想领袖之一 罗恩·A·怀特海德多年担任管理和行政职务 主导了多项创业创新项目 在创新领导力方面获奖无数 他们两位都是领导力管理的大牛 而认同这本书是他们合著的作品 接下来我大概会用25分钟的时间 为你解读书中的重难点以及思想精华 并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 一 当你提出一个好主意时会遭到哪些反对 二 有效地对付抨击应当注意哪些原则 三 如何化解各种奇葩的抨击 你想在职场上脱颖而出吗 那就多为公司提好主意吧 但是提出一个好主意不容易 推销它则更难 不是主意好就什么都OK了 相反的 好主意可能会遭遇坏结果 要知道总会有那么一些人 是不会让你轻松过关的 所有针对你的抨击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你的好主意落空 抨击者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方式 来阻止你的好主意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 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招数吧 第一招混淆视听 混淆视听是把与主题不相干的事情扯进来 绕圈子 讲歪理 来扰乱听众的思绪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让大家对你的主意不感兴趣 产生怀疑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森特维尔市图书馆召开了一个会议 主题是在图书馆增添一批电脑设备 有人却以预算不足为由 把话题扯到了市政府的预算上面去 这个时候 如果你也跟着跑题了 这情况可就麻烦了 它会让听众觉得 原来你自己对计划还没有考虑成熟 不然怎么会被牵着鼻子走呢 混淆视听的结果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把你的提议边缘化 失去关注 第二招 制造恐慌 混淆视听是扰乱情绪 制造恐慌是要产生焦虑 反对者通常会抛出一个事实 或者来编造一个故事 然后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 让人产生焦虑和恐惧 影响人的判断力 在上面的例子里 增添电脑设备 是图书馆和当地一个电脑经销商的合作项目 按照合约 只要该是每六个家庭向经销商购买电脑 经销商就会向图书馆捐赠出一台电脑 有人就抓住家庭一词大作文章 提出到底要怎样界定家庭 是仅值夫妻呢 还是也算孩子或者兄弟姐妹 如果界定过窄 电脑商肯定不满 而如果过宽 市民又会不满 甚至可能会告你个 扰乱家庭关系 反对者从细节上 引出了可能产生的纠纷 摊上官司等严重后果 就是要给其他人造成不愉快的印象 因为谁都不愿意 摊上这种事情 罪翁之意不在酒 制造恐慌的人不在乎你信不信他们说的话 只要让人不舒服 什么都能说 所以他的逻辑通常不合实际 往往是把发生几率很小的情况无限放大 就算听众知道可能性不大 也会感觉到不愉快 而这 恰恰是制造恐慌的目的 此外 反对者还可以通过假设各种情况 达到制造恐慌的效果 比如 假设我们答应购买电脑 经销商故意抬价怎么办 要是捐赠的电脑是残次品怎么办 或者电脑坏了 谁来负责检修 这些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可笑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 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所以大家都会产生担忧 制造恐慌的人 不是想真正的面对问题 所以只要能够引起不安 提出的问题有多大可能都无所谓 甚至有时候会满嘴跑火车 这第三招就是无限拖延 与前两招相反啊 无限拖延不扰乱情绪 也不激起情绪 而是消磨情绪 让人们对某些东西失去兴趣 从而达到捣毁他的目的 无限拖延通常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 会提出各种貌似合理的担忧 让听众在不断化解担忧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失去兴趣 例如在上述例子中 有人说预算不足 当场立即有人响应 要求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来专门研究以下预算问题 可是如果真这样做 这些人一定会找出更多问题 问题生问题 一个接一个 问题何其多 这一旦问题久久得不到解决 就没有人再有兴趣来过问它了 第二个方式 把注意力转移到更加紧迫的事情上去 人们一比较 发现这个计划其实也不重要嘛 例如有人提出 增加图书馆藏书量 提高服务水平等 都比天制电脑更加迫切 所以天制电脑可以往后推一推 拖延一般都会使计划破产 因为在耽搁的时间里 不但提议者和支持者的兴趣会慢慢消磨 而且还会发生不可预料的情况 比如经销商改变计划 新的计划被提出等等 都会让你的好主意 胎死腹中 第四招 人身攻击 这招最狠 反对者直接对你的人身进行攻击 人都有问题了 这计划还能好吗 他或者质疑你的能力 或者怀疑你的人品 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给人一种不靠谱的印象 人身攻击也有两种方式 一 直接抨击提出计划的人 例如有人就表示 并不反对天智电脑的计划 只是觉得他太过信任电脑监销商了 有点天真 天真就是在贬低计划提出者的能力和智商 第二个方式 激起群奋 抨击计划人 这种情况 抨击人不直接指责计划人 而是说你在侮辱或者蔑视大家 把你变成人民公敌 这比直接攻击狠得多 不信的话 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番话的威力 如果天智电脑设备真那么重要 而图书馆工作人员 一直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说 工作人员的工作没做好啊 不客气的说 你这是在侮辱他们 这话一出 连那些昏昏欲睡的吃瓜群众 都两眼放光了 这可牵扯大家伙的清白啊 如果这时你不能很好的处理 其后果可想而知 好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以上的四种抨击 一 混淆视听 提出与主题不相干的问题 将一些鱼龙混杂的道理 扰乱思绪 第二 制造恐慌 编出可能发生的故事 根据故事描绘严重的后果 让人莫名的担忧 第三 无限拖延 找出各种理由和借口 让你的计划遥遥无期 四 人身攻击 质疑你的能力和人品 拉低你的印象分 损坏你的可信度 有时候抨击者会多个策略并用 增强抨击效果 但万变不离其宗 所有抨击都可以归到这四种类型上去 听到这里 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 职场的套路很深 大家同场共职 何必苦苦相逼 是不是有好主意 干脆憋着不说算了 这好主意当然要提 问题提出之后 怎样保护它 推销它 那可是讲究策略的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 看看作者为我们提出了哪些对策 会场如战场 瞬息万变 别人将提出什么样的意见 我们不能为不先知 很多时候只能看具体的情况 随机应变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基本原则 可以用来化解抨击 方法一 利用抨击 吸引关注 在推荐一个计划时 人们通常有意避开那些刺头 不邀请他们参会 或者是不让他们发言 这种做法可以理解 但是绝不高明 这样做是出于恐惧 害怕他们的意见太过犀利 实际上 如果能够有效应对这些人 他们的抨击 反倒能起到促进作用 让你的计划 引起更多的关注 试想一下 如果你的计划 没有经过太多的争论 在一片叫好声中通过了 这不就太假了吗 大家对你的计划 可能没有太多了解 更谈不上情感上的支持 他们让你通过 也许只是懒得认真讨论你的计划而已 这样的话 你的计划在推进的时候 就不容易得到支持 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很平淡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计划是在激烈的争论之后 获得大家认同的 那它的分量和影响力就大不一样了 鼓励大家向你开火 利用他们的反对 来吸引大家的关注 以笔之道 还时笔身 借力打力 四两薄鲜金 这是一种职场智慧 这方法二 语言简洁 合乎常理 有些抨击就是故意插开话题 长篇大论来讲一些 跟议题不相干的事情 如列举很多数据 进行复杂推理 这个时候千万要稳住你的情绪和语言 如果你也用长篇大论 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就算你说的头头是道 恐怕也会适得其反 因为经过双方一番争论 听众已经云里雾里了 所以这时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对方越是长篇大论 你越是要简洁 这简洁回应有两个好处 一来帮你稳住情绪 因为言多心必乱 二来可以让你紧扣主题 不被带偏了 另外言辞还要中肯 合乎常理 此时 你只需要把计划的内容和目的 重申一下 稍微解释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把听众的注意力 拉回到主题上来 不必做过多解释 更不要想着去证明抨击者错了 比如你可以说 谢谢你的分享 你提的问题 我们会认真考虑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议题上来吧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是图书馆添置电脑的问题 一定要记住 你的目的是推荐计划 不是与抨击者辩论 这样大家会觉得你的计划是经过思考的 而且会感觉到你为人大度 人品质也上去了 方法三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以嘲讽傲慢来挫败对方 即便你能这么做 也不要去做 因为挫败对方四处树敌 对推荐计划没有好处 只有尊重别人才会赢得支持 大家要注意这样一条法则 无理的态度总会产生负面效应 抨击你的人态度无理 如果你尊重他 反倒会对你有好处 同样 你的无理也会让你失去支持 以暴制暴 以牙还牙 竭尽贬低蔑视之能事 会导致大家同情抨击你的人 而尊重对方将使你占据制高点 能在情感上把他人争取到你的一边 这条经验值得你反复琢磨 方法四 时刻观察 读懂听众 人有自尊心 听到别人的抨击 不服气 反应激动 甚至被激怒 都很正常 所以在抨击声当中 我们常常不由自主与人争论 就算有人能够忍 hold得住 但却陷入自我辩护 自我辩护 就是要证明自己正确 别人错误 其实还是被激怒了 实际上 争执也好 自我辩护也罢 都是把会场的焦点 放在了你和对手身上 但真正应该关注的 是你的计划和听众的反应 你的成败不在于让对手心服口服 而在于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感受 要明白 你和对手对话的目的 是要争取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听众的反应 才是你应该关注的焦点 所以发言时 注意力不能只停留在抨击你的人身上 而是要照顾全场 时刻关注大家的神情 态度 还有反应 以上四条原则 是应对任何抨击都要注意的 可以总结为四句话 要善于利用反对意见 引起别人关注你的计划 要保持言辞简洁平和 合乎常理 要用尊重的态度 回应所有抨击 不要与抨击者争论 要把焦点放在大家的反应上 讲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好了 这些原则我都知道了 不如讲点实际操作 认同这本书的第七章 就是专门讲述实战应对的 书中列举了24种应对抨击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介绍其中最重要的12种 抨击一 你的方案没必要 提出这种抨击的人一般很保守 保守的人哪里都有 一般你很难改变他们 所以你的回应不必纠缠细节 你不用告诉他 你的计划的必要性在哪里 他是不会相信的 你回答一些普通适用的客套话就好了 比如时代在发展 持续成功 必须与时俱进等 听起来既简洁 还符合常理 能够引起其他人的共鸣 抨击二 这资金是个问题 资金经常被拿来说事 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 既可以起到拖延作用 又可以混淆视听 还可以制造恐慌 不好对付 但你必须及时回应 否则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可以这样回应 有资金当然更好 但资金问题不是果足不前的理由 资金不是保障成功的唯一因素 抨击三 你把问题夸大了 这种抨击的言外之意 就是你的计划不重要 来达到拖延你的目的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将计划 与一些人的利益联系起来 与他们形成共鸣 这时候 说你的计划不重要 就等于说 这些人的利益都不重要 比如你可以说 配置电脑 可以减轻大家的工作负担 帮助读者快速检索 节约时间 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难道这些不重要吗 抨击四 你的计划不够深入 或者太深了 这是一种企图拖延的战术 对手一口咬定 说你的计划不合适 如何应对呢 首先 你可以承认 抨击者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 接着 借着他的话 把话锋一转 那就让我们坐起来吧 实践出真知 边做边调整计划 岂不是更好呢 然后你再说一些讨巧的话 例如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一定能在实施过程中 把计划完善 通过这种善意奉承的话 把大家拉入到你的阵营 引起共鸣 抨击五 没有人像你这么做 这种抨击一般表达两层意思 一 你的计划太冒险 二 你的计划太弱智 总之 没必要拿着一个 还不成熟的方案去冒险 这种抨击非常直接 带有明显的人身攻击 和挑拨情绪的意思 回应时 我们要保持好态度 不要让情绪受到了影响 然后直接说 凡事都有第一次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呢 这样 既堵住了抨击者的嘴 又稳住了全场的情绪 抨击六 你的动机何在 这又是一种人身攻击 这种问法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怀疑和嘲讽 故意让人觉得你没安好心 回应这种抨击一定不要自我辩解 会让你越抹越黑 只需轻描淡写地说 这个计划是团队的成果 某某有名望的人物都参与了 这言外之意就是 你怀疑我可以 但不能怀疑团队吧 你不能怀疑某某人物吧 抨击期 你再侮辱我们 有人会说 你的计划有指责或侮辱的意思 这是典型的人身攻击 想把你变成人民公敌 把你的计划和大家对立起来 实际上是给你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难题 你要推行你的计划 就是在否定大家 否则你就要取消计划 千万记住 凡是二选一的情况 一定要尽力地将两方面结合起来 比如你可以说 大家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我的计划能实施的话 会给大家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 抨击8 你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 这种抨击和第七种很像 就是要让你左右为难 例如抨击者会说 要实现你的计划就必须先做A 但是如果不做B 又做不了A 所以只有放弃算了 面对这种抨击 不要二选一 而是结合两个方面同时推进 比如说公司想开发一个新产品 但又不知道市场反应是怎样的 可是不先把产品生产出来投放市场 又怎么能知道市场反应呢 这好像是一个僵局 其实并不是这样 完全可以先小规模投放 获得一些市场反应 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生产 看似冲突的两个方面 不仅不冲突 而且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抨击酒 你的计划会带出一系列问题 一听就知道 这是在混淆视听制造恐慌 提出新问题 是扼杀新计划的惯用手段 计划遭到的质问越多 胜算的几率就越小 所以必须制止 不能让抨击者一连抛出几十个问题 但一定要注意态度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接着对方的问题 简单的回应一句 新想法一般都会带来 不确定的问题 抨击时 你的计划大部分人都不喜欢 这是制造恐慌中 比较阴险的一种 抨击者会有意把你的计划 和敏感的事情扯在一起 实际上是八杆子打不着 比如你的计划 给人一种纳粹独裁的感觉 你的方案会让公司有打不完的官司 等等的类似问题 听的人不会关注抨击者是否在乱扣帽子 在胡说什么 但非常容易被这些敏感的字眼影响 会在心中留下坏的印象 坏的东西总是容易被人记住 对这类抨击不能反应过激 尽量以平和的语气说正面的话语 来抵消负面词语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不好印象 抨击时一 你的计划有漏洞 提出这种抨击的人比较损 用自己的指头戳人家的伤疤 他提出一个事情 你一无所知 他却了如指掌 等着看你笑话 这相当于在你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当头一棒 如果你正面回应 肯定会语无伦次 吱吱呜呜 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因为你根本不懂啊 所以你应该坦率承认 确实第一次听到这事 然后诚恳表态 一定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接着充满信心的去宣布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总之要说好话 表好态 留给大家好印象 抨击时二 他太难以理解了 有些抨击者会以支持者的姿态攻击你 他们通常会说 我很喜欢你的计划 但是他太复杂了 我不大能理解 这是唐一炮弹 一旦你给他解释你的计划 那你就中弹了 这时你可以诚恳地向他发出邀请 既然你喜欢我的计划 那我们可以下来多多沟通 既表达了你的善意 又拦截了他的唐一炮弹 现实中应对抨击者的十二种实战方法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其实说到这里啊 认同这本书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抨击的特征有四点 一 混淆视听 二 制造恐慌 三 无限拖延 四 人身攻击 我们需要把握抨击的特点 在应对时做到有备无患 第二 应对抨击遵循四条原则 一 大度包容 二 言辞简洁 三 态度尊重 四 关注听众 这是回应任何抨击都要遵循的 第三 针对各种抨击 一 列举了应对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有人也许要说 这么多应对方法我记不住啊 记不住没有关系 接下来会讲认同这本书的核心原则 一共就八个字 注重情感 获得共鸣 这八个字 也是本书副标题 赢得支持的艺术的关键 技术是死的 人是活的 赢得支持重在人心 说到底是人心的碰撞 情感的交流 人在职场要获得认同 不仅需要获得别人理智的认可 还要获得情感上的共鸣 有的时候啊 即使不能立即获得别人在理智上的认可 但要优先获得他们情感上的支持 情感共鸣 要比理智认可更关键 是获得理智认同的基础 所以认同这本书 始终把态度放在第一位 主张态度为主 言辞为辅的策略 只有好态度 才能触动情感 取得认同 赢获人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 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下期诺了